一男一女走进大楼都戴着口罩 因为在一天前才传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就怕气体还没散去 其中面色凝重的妇人 就是重伤送医的日籍女学生 山田真生的母亲 陪伴在旁的则是学校教官 山田妈妈从日本赶回台湾一脸交集 女儿和室友认识三年多 在台湾适应良好 没想到现在却是一个送医急救 另一个城市屋内 警销货报赶到现场 发现死者小野爱倒在卧室里头 明显死亡 其实30个小时前 山田才在自己房间浴室 不停呕吐送医 观察室内状况疑似天气冷 整排窗户紧闭 导致阳台的热水器燃烧不完全 产生一氧化碳 一般的民宅也不是属于 所谓的出租室的套房 所以当时因为有家人在场 所以我们就没有针对其他 另外住家的其他居住的单元 去做许识 因为没有及时抢救 小野爱命上租屋处 但整个时间点其实有些可疑 山田被发现时 是3月5号晚间5点52分 在浴室呕吐被表舅发现 紧急送医 但是小野爱却是到了 隔天的深夜11点53分 山田妈妈到屋里查看 才发现城市卧房 两个女孩子相试三年 情童姐妹 没想到尽迟了整整30个小时 才惊觉另一人消失不见 措施抢救时机 两个好姐妹从此天人永格 记者阿公杨麦台北层报道